字幕作词 李宗盛 耶 大家好啊 大家也知道我们最近搬家了嘛 然后呢 我就订了好多好多淘宝的东西 就来打算布置家里 或者是买一些家庭用具 那为什么想要拍这个影片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逃回来的东西 然后可能你们也会喜欢 或者是我发现一些小宝藏 然后想分享给大家 这次应该是我第一次讨那么多东西 其实还有一个是海运 然后我这个影片可能不会那么快 然后你们大家就来陪我一起开箱吧 我让过一下 好重 OK 然后身后呢 这两样呢 都是我淘宝逃回来的东西 这两个会比较快 是因为我这两个是选择空运的 就是属于比较急的东西 可是殊不知呢 这个空运 好贵 就是单单这两个空运来的箱子呢 我就已经花了一千块人民币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点笨 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一直以为淘宝是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 所以我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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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结果我忘记要给运费这种东西了 好像是从疫情开始过后 运费了超级无敌贵 如果各位有好的代孕 请介绍给我 这个有玻璃的物品 所以我就放一个木架 我这样要帮我打木架 感觉很难拆 所以我们先开这个链 拆桃宝好个音啊 这应该是衣服 因为我也是有淘几件衣服 马甲 我觉得这种马甲超好看的 所以今天的呢 我就会分享一些我喜欢的衣服样式啊 还有一些家庭用具用品 就是这样一个马甲 它穿很多很好看的衬衫啊 或者是就可以变得比较很中性这样子 我喜欢它是因为很百搭 如果这些衣服都还没有下架的话 我就会全部把那些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 就去跟我买同款吧 这个内衬 可是我还不知道它的质量好不好 因为我喜欢内衬是因为 有些衣服的话不适合看到内衣 我现在很喜欢那种比较中长型的短裤 就是可能到膝盖上 就是可以穿到很中性 因为我很喜欢打扮的很帅那种感觉 也不是帅 就是舒服中性可能又好看 街角自己好看 为什么我的手会有甜甜的味道 好 我们现在开 目前开到的都是衣服类 好 又是衣服类 这是啥 哦 我怎么会买这个东西 我不是很多贱老妹 哦 应该是手长下措了 这是啥 帽子 我是买这个颜色耶 这个我已经订过了耶 真的有买这种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买这个东西 我有一模一样的 我真的有买这样的东西耶 没关系 哦 生气了 我看看 哦 寬松的紫色长裤 我很喜欢穿这种扩腿裤 是因为它可以修饰你的身材 就是可以让你身上的缺点 不会暴露出来 然后又很好看 这是我买的睡衣 我们来看看这个水的质量如何 诶 不错耶 但是这白色感觉有点透 我是买一set的 真好看耶 那一裤会被看到 这一家超贴啦 这是我新买的连衣裙 最花款的绿色洋装 小洋装 因为呢 我看很多人讲 绿色是蛮显白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就想要先try try看 绿色到底适不适合我 因为这些呢 如果你们想看这些穿搭叻 关注我的instagram 然后我有拍到的话 我就会跟你们说 就给随时关注 这个是小湘峰的小外套 可是你也可以单穿 它这边有个垫间的 所以这边间小的人穿 就会很好看 只要看得到锁服的话 你的气质就会超级高 这也是连衣的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连衣 是因为只要套上去就可以了 懒到极致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出席重要场合穿的 这个不会透哦 完全不会透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小垫间 这种穿起来很好看 我的食指受伤了 我有买这个东西吗 哦 我又买了一个睡衣 这跟图片有点不一样耶 这布就没有那么好 很像那种棉麻布 很像 很像 很像阿伯风耶 小了吧 我可以吗 我觉得很紧 嗯 这我不喜欢 那布料真的太差了 嗯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是我买的长裙 就是它是不规则的 它可以修饰腿型哦 你看 然后你上面啊 可以穿一点小吊嘎 讲到有点像台湾人 就是小背心 然后配一个西装外套 就会很帅 因为我最近比较瘦一点 所以我很多短铺都不可以穿 所以我现在淘宝的话 就会找几件短裤来穿 我很喜欢买这种不规则 因为这种不规则 可以看到你的腿型比较长 买短裤一定要买那种比较宽的下面 因为你不会看到你的腿紧紧的话 就会暴露到你的大腿很大 我喜欢买这件是因为它的设计啦 就有点不一样咯 不是跟普通的短裤一样 虽然讲买淘宝是真的蛮费那个塑料袋的 可是哦 不要丢掉了 你可以拿来当垃圾袋啊 可以出门旅行啊 放一些肮脏的东西进去啊 我每次都是拿这种啊 拿来装那个shampoo啊 水洗身体的啊 就这样子 现在到生活用品了 这个就是掉毛巾的 我买的这个掉毛巾的咧 是免打孔的 因为我觉得打孔的很麻烦 就是我买的是blue的 可是它有送一个打孔的 这就是掉毛巾的咯 因为我们家就是 如果你打孔的话 之后你还给物主的话 它就是要抹回去 我就觉得有点麻烦 看下这小小样的是什么 哦 对我还有买一些拍摄的道具 就是这种王妹拍的 一种小小的木 很可爱哦 以后可以拍一些小样的东西 放在上面然后拿来拍照 我家的颜色的啊 我都是跑比较暖色系的 就是木跟白色 这个也是我未来以后的家 我也想要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现在呢 就先练习一下自己的美感 我就先买了几个 可能来做点缀啊 或者怎么样的 反正就是以后还可以用 目前还是喜欢这样子 以后 还会不会喜欢这种风格 我是不知道啦 我买的是灰白色 这个呢 就是可以拿来装 护肤品那些的 装给你们看 诶 为什么 哦 哦 我有买两样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这两个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起 我想说怎么逗 原来是我在这一家 买了两样 然后我选了这个代孕 我是有叫他帮我拆外包装 这样子可以减轻 一点点的重量虽然不多 可以省一点啊 小小个的 那我是拿来打算放一些钥匙在上面 就是车钥匙啊 这样子不会乱 那这个呢 也是想要来放 可能可以放一个香水 在上面这样排满满 开心 不然我有买这个东西呢 哦 哇 这样怎么穿 这是小孩子Eva 诶 好像有可以哦 我以为它是有腰身的 结果输过之后好像 没有什么腰身 淘宝就是这样 每次买的衣服 都很像给小孩子穿 中国人的身材好像都很小 这是我买的发圈 五颜六色 买一打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配当下 穿什么色系的衣服 然后拿来搭配这样 很可爱耶 你看 什么颜色都有 而且现在很流行这种 大帕骨 啊 这些 这我很喜欢你 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买的 蛤 被压到了 假的太阳花 这个也是拿来 拍照用的 诶 被压到了 这是一个道具 还蛮不错啊 可是 有点被压到啊 是不是有那种法式风 对 是为了之后的拍照道具买的 高级吗 按着 这样 很好看 跟你讲 女生哦 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力没有力的感觉 但就是 只要是太包裹了 人家比男生还有力的 将将 拿来放护肤品 化妆用品 而且它蛮实的 哦 我跟你讲 淘宝我最不买的一个 就是买衣钓 各位不要在淘宝买衣钓 气死我了 你知道吗 这衣钓超级重 那时候我就以为 哎呀 不要去 不要买这个衣钓 一边衣钓 一边很贵 然后淘宝买了 更贵 贵死了 贵了我要生气了 气死我了 应该买了有 100个吧 我觉得我的运费啊 应该有 大部分就是因为 这衣钓真的很重 又很贵 而且它占位置又大 我要怎么拆 各位等我一下 我要去找个 过来 过来陪我 嘿嘿 可爱哈 如果我跟他开一个YouTube 你们想看吗 我要怎么拆开这个木呢 我一定有办法 相信我 包好实哦 天啊 我想要一个办法 我不要打开这个木 可以这样吗 我还是有办法的 这是我的镜子 也是木的 我也是选一个木的镜子 看 它可以自动调节 没有啊 斜度 看到一个缺点 看到木 起来了 给你们看 我买了一个 放裤子的衣架 因为我觉得 它就是挂一层裤子 两层裤子 三层裤子 四层裤子 五层裤子 还可以挂五个裤子 就这样一个 可以看完全部裤子的形状 看到在这里面还有吗 没有咧 都是衣架 我跟各位讲 我奉劝各位大大们 不要在淘宝买衣架 OK 我空运的开箱就到这里 然后你们还想看我海运的开箱吗 如果想的话 在下面留言 我就会再做下一集 或者是 如果你们很有兴趣 我在淘宝 喜欢买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很爱淘宝的人 所以你们还想要 如果继续看我之后的淘宝开箱 就让我知道一下你们喜欢这个系列 OK 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拜拜